1、2、3 嗨大家好 我是楊希 楊美老師 今天我來做什麼呢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家裡的居家快篩 為什麼我的包裝會是這樣 其實是因為這是大盒的包裝 然後人家送我一組 所以我就 對 然後今天輪到我要做居家快篩 因為我要快篩陰性我才能夠去上課 這是我第二次 應該講第一次是在醫院做 然後這次是在家裡自己做 在醫院做一千塊 家裡做聽說是三百多啦 我不知道 因為不是我買的 好 那我們先看有什麼東西 這就是棉棒 很長的棉棒 我塞到鼻子裡 然後我發現我的棉棒有點歪掉了 應該是我放的時候沒放好 不打擊啦 反正就塞進去而已嘛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到時候就很像那個燕運棒的感覺 看是一條線還是兩條線 一條線是隱形 兩條線就是陽性 那我就要 兩條線就是懷孕了 對 然後這個就是 鼻子採檢完了之後 採樣完了之後要塞在這個裡面 好 我們現在就來開始了 酒精先消毒 然後這是棉棒對不對 醫生說棉棒的頭在這 我們開的時候盡量是開後面 開屁股 因為這樣子 你才會避免你的那個 頭去接觸到那個塑膠 好 好緊張啊 出來了 歪掉的棉棒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開始啦 塞進去喔 要刷5次 其實很難過你知道嗎 然後還要再塞另外一邊 怎麼這樣子 再塞另外一邊 那個臉 因為真的很不舒服 不要笑 不舒服不舒服 等一下 好快 好緊張 好累啊 好累喔 煩欸 笑是不是有點累 好 等一下 喔 好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在拍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要打開這個蓋子 哎呀 蓋子怎麼打開 開了 開了 喔 開了 喔 對 然後呢 要放進去裡面 轉3到5下 其實我看醫生都轉很多下 沒有關係啦 重點是要擺幾分鐘 一分鐘 開始計時 好 開始 喔 鼻子好難過 為什麼 是我鼻子難過乾淨什麼事 因為 這塑膠袋都要留著 因為到時候要把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是陰性還是陽性 所以要把它放在這個裡面 喔 鼻子好難過 就我算是陰性也要放在裡面 為了要上課 為了要上課 老師好可憐 醫護人員更辛苦 只要要快篩的人都辛苦 我建議讓學生也快篩一下 嗯 嗯 不要我比較 好了 一分鐘囉 他們說要把它這樣子 就是要稍微拧一下 要抓著它 然後讓它 好 好了 然後呢 蓋住 把它蓋起來 出來了 要滴在這個小洞這裡 對 大概幾滴 4到5滴 4滴 3到4滴 來我們開始囉 他說要等有沒有有過去了對不對 要等 可是他說要等15分鐘 15分鐘 好明顯 陰性 成功 你可以準備去上課 恭喜發財 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大家不用再做這麼不舒服的事情 OK 喜歡的話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楊仙怡楊美老師 掰掰 掰掰